身體痊癒 約翰遜於週日返回唐寧街首相府 然而 面對他的卻是一個令人左右為難的困境 一邊是尚未緩解的疫情 一邊是被封閉措施重創的英國經濟 截至週一 英國確診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數 已升至15.7萬 死亡2.1萬人 尚未完全度過疫情高峰期 而至今長達一個多月的全國封鎖 已經讓英國面臨30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 隨著疫情同樣嚴重的德國、西班牙、法國和義大利 先後實施或公布了解封計劃 英國國內對解除封鎖的呼聲也越來越高 但英國至今尚未出臺任何放鬆管持的計劃 新唐人記者喬安綜合報導